大家好,我是四水年华 在吃昨天那个囊 这一生的水还喝完了 刚刚从图路番的火焰山出来 我现在要去市区啊 我发现每个路口都有我们敬佩的人 他们同时也是最可爱的人 外面的温度将近70度啊 地表温度火焰山的是69.8度吧 你看我在车里这个汗 就跟洗澡了一样啊 这个冷气一点都不管用啊 对于这样的高温真的是一点用都不管 大家看看前方 前方就是图路番的城区了 图路番市 图路番的市区看着还可以吧 树也是挺多的啊 都是大树 我要找个凉快的地方啊 最凉快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图路番的天气啊 今天是40度 22到40度 40度是什么概念啊 我好像都没有在40度的地方生活过 明天好一些啊 明天降温 后天更降温 这昨天好像是38度还是39度 哎 太热太热了 受不了 朋友们先把车停在这里了 这里有几棵大树 好热好热 停在那里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 人家饭店门口 我再过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位置 看到路边上有卖这个酸奶 嗯 酸奶是 哦 酸奶冰淇淋 哦 这是平哥大呀 平哥大 就是这样子这个 哦 倒在里边 嗯 打碎 这样子 再把它打碎一些 嗯 这样打碎 然后再加这个 这是酸奶吗 嗯 这是酸奶 牛奶的酸奶吗 牛奶 对 牛奶的酸奶 这是蜂蜜 蜂蜜 哦 冰 在酸奶 在蜂蜜 嗯 对 哦 咱还有买 没有 就三种 看我再这样搅一下啊 搅一搅 嗯 这一天能卖多少份啊 一天差不多五六十个嘛 只有100个 五六十个 最少五六十个 多的时候100个 对 那生意还是可以的嘛 嗯 可以 这个叫啥名字 酸奶子 酸奶子 土鲁饭嘛 好多好多人在这个夏天 酸奶子嘛 土鲁饭的酸奶子 嗯 对 你看所有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这个喝上了两块 两块的汉 好喝 来 好的 坐在这个摊位旁边啊 嗯 嗯 真的 五块钱啊 也不贵 多的很呢 哎 这个是 这种天气 喝喝这个就是 舒服 享受 这个冰呢 就这样慢慢的融化了啊 不过盖上这个毯子之后 画的没有那么快 这位大叔的生意好得很 对 刚刚和那位卖酸奶的师傅聊聊天 大概在六点钟左右吧 就在那个方向啊 有那个卖小吃的摊位 啊 到时候去吃一吃再 吃个晚饭 现在五点半了啊 我去看看那个摊位 有没有来 现在有点刮风了 气温稍微降了一点 再骑了个电动车 发现它并不在这里啊 可能是今天刮大风 啊 变天了好 变天了就凉快了 我现在打算再去找点东西吃 骑车车 大家看一下这个街道两边都是停的车啊 都有停车位 来到这里停车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其实说真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摊位上的东西啊 虽然说卫生有点堪忧 但是那种摊位上的是最地道的味道 是不是 这没有对比啊 就没有伤害 你看来到这里 好多逆行的 在哈密的话真的是一个都看不到啊 现在就来到吐鲁番的正中心了 这里是西域时代广场 吐鲁番大饭店 朋友们转了一圈的确实是没有看到摊位的小吃 就去饭店吃饭了 过来吃这个抓饭啊 特色抓饭 特色抓饭 今天的晚饭碎肉抓饭 一个勺子 一个勺子 一个叉子 可能炒饭很像 肉确实是不少 这个小吃还是用筷子方便 他是用不惯 他这里边的话 你看 这是南瓜 红萝卜 然后就是肉了 马上吃完了 味道还是真不错的 朋友们吃完饭了 现在已经8点半了 天还是亮亮的 这边10点 天黑 10点半 2点半 3点半